姨婆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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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婆趴趴走 今天搭乘公车来到金瓜石 日记从黄金馆登山口起登 攀登即完成黄金三轮环状踪走 如今吴尔茶壶山、半屏山、燦光寮山、壁直公园、黄金神社 之后返回金瓜石公车站 今天原先预计从黄金馆登山口起登 结果登山口被封 只好往前改从劝祭堂的登山口起登 前往吴尔茶壶山的登山步道及路径 沿途许多地方都有非常无敌的展望于海景 来到不到旁的观景平台 前方的基隆山、阴阳海、水南东的风景一览如影 从观景平台往下走 从底下空地往观景平台看过来 观景平台底下的岩石仿佛像一张金刚的脸 吴尔茶壶山、这座造型奇特的山头 貌如其名,长得就像一只没有手把的茶壶 有时又简称为茶壶山 不过换个方位看,却又像头猛狮 所以也被称作狮子岩山或石狮山 来到奇特造型的山头底下 准备攀登吴尔茶壶山山头 想攀登至山顶 必须要绳从洞穴进入 再往上面的洞口攀爬 爬出洞口 才能登上吴尔茶壶山山顶 爬出洞口 抵达吴尔茶壶山山顶 吴尔茶壶山海拔越600公尺 山顶无基石 展望极佳 离开吴尔茶壶山山顶 准备走到山头底下 衔接前往半平山的步道 从吴尔茶壶山山顶 转往半平山的步道有两条 一条跨过山顶 从旁直落到山头背后走下来 一条从山头底下绕腰过去 目前走的就是绕腰的路径 比较安全好走 至少 中 座席 茶壶山人是黄金十大人线中的黄金山人 由吴尔茶壶山上半平山人线 再又转出草山战备道 不过这藏除了踪走黄金三轮 途中还顺登基隆火山群中的最高峰的 探光辽山 团灯黄金三轮可由交通方便的劝记堂或黄金管起登 金山型特殊的无略茶壶山 以及有高山气势的半层山 金草山战备道 黄金神社黄金博物馆环绕一圈 不过这趟还增加攀登和光辽山 几分裂参观游览一直公园 反而以村的范围更大圈 黄金三轮有几段路需手脚并用攀岩钻动 十分有趣并不难走 是条有山有海有历史文化以及的路线 来到山脚的峭壁夹缝处 准备拉绳攀登之上 左侧人线属于锯齿轮 右侧人线则是半屏山范畴 来到半屏山人线的侧边 人线的尖锐延续了锯齿轮的险峻 只是这边轮线的侧边有不锁 脚下有走动当踏扁 走起来惊险却不太危险 位在瑞芳的半屏山又称半屏山 海拔713公尺 是赫赫有名的黄金轮线路段之一 由于山人两侧的面貌不同 一边平缓 一边陡峭 其中一面沿地裸路山是陡峭 有如被刀销去半边 互称为半屏山 半屏山人线海拔高度约655到713公尺 山是岁不高 但毫无遮蔽的屏障 让人感觉就像只身在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拥有广大辽阔感与气势 三平山海拔约713公尺 山顶无稽石 展望极佳 山顶欣赏层叠的山巒 大片清脆的草原 芒草随风摇曳 向海浪一波波席卷而来 可眺望草山、基隆山、土耳茶壶山、深澳八斗子、河平岛、野流等 事业极佳 离开放屏山山顶 准备下山走到草山站背道 衔接灿光辽山登山步道 攀登灿灿光辽山 灿光辽的名字由来已久 早在嘉庆十年 西元1805年 清廷于灿光辽设置灿光辽堂配置冰原 作为防乱军事基地 促成了此区的开发 历经道光时期到了同志年间 灿光辽已经发展成一个大聚落 并且以产查文明 时光流转 人口的流失也造成灿光辽的没落 目前仅剩稀疏几步散居于此 灿光辽登山步道 连牡丹西修整 连接金瓜石和牡丹 途中可顺登基隆火山群中的最高峰 灿光辽山 而此趟灿灿灿光辽山并非从牡丹过来 而是从淡库山下来 在草山站背道衔接灿光辽山登山步道 灿灿灿光辽山 来到草山站背道 在草山站背道稍作休息用餐后 准备前往灿灿灿光辽山 灿光辽山属于基隆火山群 以738公尺的高度称霸群中 附近较高的半平山713公尺 草山714公尺 接着低于灿光辽山 山顶有一颗一等三角点基石 与一颗一等卫星控制点 视野展望非常的好 不但可以看到东北角海岸 草山、基隆山、福尔茶壶山和半平山 也能够眺望台北市101 展望之好令人有种登上大百月的错觉 春天来这里漫不可欣赏蔚蓝的海 清丽的山与粉红娇嫩的杜鹃 深秋海水依旧湛蓝 山头却披上了白芒 在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抵达灿光辽山山顶 灿光辽山海拔738公尺 与山顶一等三角点基石拍照合影 无敌的展望与视野让人赞叹 观赏完无敌的美景后离开灿光辽山山顶 准备下山返回金瓜石公车站 途中预计顺道前往造访一只公园 黄金神社 无分下山的路段有点陡峭 必须拉绳才能下去 雨后下山或攀爬上山 游须注意路面及山地的湿滑 普京福德词与甘子殿遗址 早年探光辽谷道士人来人往的道路 道路旁曾有聚落 但采矿叶没落后人潮随之散去 甘子殿也跟着失落在荒烟漫草间 只留下残破的墙面与部分的火砍 衔接前往地植公园 房金神社的小镜 接着准备前往金瓜石地植公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步道前方的海景及景色相当漂亮 让人百看不厌 来到金瓜石地植公园 金瓜石地植公园的主题围绕在旧本山矿场——本山矿区 这里的金矿矿体直接露出山头 开采时不需要向下开挖 走进本山矿场可看见被削平的大峭壁 走进本山矿场——明样般的石头正出现 整齐的白满整个矿场 走到本山矿场最深处 可以清楚看到两颗开挫的痕迹 来到黄金神社 黄金神社又称为金瓜石神社或山神社 绿制时期为安定明星所兴建的神社 也是台湾第一座完整的神社 绿人离台后 神社遭破坏 陷阱存鸟居、石灯笼、镇变石柱、旗帜台等以及 目前重新维修整建 神社视野辽阔 可眺望茶湖山及俯瞰金瓜石聚落 黄金三轮、灿光辽山及周遭景点之交通、旅游资讯 可参考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有详细介绍 今天来到金瓜石参登黄金三轮、探光辽山及造访周遭景点 完成黄金三轮环状中轴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集见